我最早知道Dolomais这个地方可不是因为富内斯山谷 而是看到了沐西的这两张照片 当然后来慢慢了解这里更多之后 发现他也发过一些这里标志性地点的照片 比如这张苏西高原和这张富内斯 这里呢比我富士山的计划实现的稍快一点 去年才决定要到这里来看看 来了之后把感觉跟我想象中还是有点神似的 当然也有不少是之前各种照片和视频里面都没有发现的层次 我们从德国沿着银河和西尔河一路向南 穿过奥地利的蒂罗尔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南蒂罗尔地区 中间在奥地利的英斯伯克吃了个晚饭 一座阿尔卑斯山区群山脚下的城市 好像这座城市的名字就由来于银河的印 加上德语中的乔布克 当然我不会德语 用德语读出来估计发音会有点差别 城里着实是有不少河汇入银河 毕竟雪山溶水肯定是不为少 路面掐烟 防止干净下都用澡的烟筒 我跟你请 这水真的是我之前看的流的最快的 你今天回去要住你 不看一会就去尝尖 是吧 是 德国的就很慢 慢慢的 但是国内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说明危险了 就像前两年东临湖 这重点也危险 伴随着整个旅程是胖子 特别执着于一段土骸 原版据他说是意大利的 然后他说要再穿过国家线石房 让意大利人们也听听来自家常的土骸 哎呀天呐 过境了 过了 我不知道 你已经放起来了 我看到 我说过了 过了吗 这就过境了 没有牌子 我都可以找到 我也说不太清楚了 德勒买斯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很大的区域 这次时间有限 只能在这里两天半 里面很多地方都没有去的 这次主要会沿着这条公路环去卡雷扎湖 高峰山和苏西高原 然后去富内斯山谷 本来还计划去三峰那一块转转 结果后来出现了一点点状况 从伯尔扎诺向东出来不远的地方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风景 就是山区普遍的模样吧 SS241这条路一直到卡雷扎还挺堵的 而且在这一段路上发现这里的伐木工作 看起来真的是不停一些的 你说可以烧起来吗 现在这段温度 可以吧 稍微点火就烧了吧 啊鸡巴也把你妈的山都砍出了 对啊 不断的伐木 必须要抨击意大利人 快拍下来 拍下来了 你看一路上都是这种车 就晕木头的嘛 在你妈世界自然遗憾 现在疯狂砍树 拍下他们的罪行 不过今天确实天气好像霸太好了 可以了天气 天气那是有雾嘛 晒一晒就好了 再晒两个 再下午 他不是打电话给我交通的 真的就是那种山我感觉是这里的标志 我感觉右边的坎子光度 都是标志 怎么说呢 这里真就是一个小池塘 可能跟北海道那个青池有的一拼 就是再怎么吹都吹不出两张图开外的 但是图真的很漂亮的那种 颜色是着实让我想到了九家沟 可以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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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来这人把他给砍成光秃秃 那放击他吗 放击他吗 必须放击 你说你把酒带给我 我给它顺一圈开 那不能忍 这不能忍 是不是 对啊 嗯 我这跟前面是开 打开机关我开机 之后就开始香奥利萨一前进 到了这个环的东南面之后 视野会变得开阔不少 不过空气还是不太好 这里的信号倒是不错 在德国的时候经常路上没有司机 所以侥幸能当回主播了 不过系统永远在维护 这个原因就不多说了 结果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之后 看起来就挺卡的 真正已经到山地下了 好近啊 来 杀一下好不好 杀到这里怎么走呢 不要让我们的车 到了东边了 上山吧 感觉这个地方才像是我之前在照片或者视频里面看到的多罗密地 在西边那个地方其实还挺像就是国内一些地方的森林嘛 其实就是 然后这里怎么说 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Dolomais特有的山 上面一点植物也没有 只有灰色的一根跟柱子一样的岩石 和底下的植物似乎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这里海拔并不高 山顶也不过2000多米 Sesada那块好像也就2500米 想象一下富士山五合木都有2300米了 但是植被非常茂盛 一般不长植物的地方总感觉是海拔高到常年覆盖雪的 或者是地面也没有生命的戈壁沙漠之类的地方 要是Yosemite El Capiton和Halfdome可能也类似吧 但总不会植物没有的这么干净 这也是之前看这里的照片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奇特印象了 这三个还挺像那个山峰的 不过也许是这边的山都长得这样 因为在富内斯那个山谷里面 富内斯山谷里面不是也是差不多吗 夏天了 这边有很多 这边摩托还是挺多的 整个欧洲在德国也是 有这种山上 主要是山上嘛 看见到可以看到超级多的骑摩托车的人 意大利传说是对这种徒步路线 它的标号反正是都特别清楚的嘛 然后多罗米地也是一个反正是大家喜爱来徒步的地方 我刚刚在那种 就是这种山脚下 都看见了那种号码牌嘛 虽然我 我是实在是看不懂意大利语 很多字都不是很像英语 然后什么都不认得 昨天晚上住的那个宾馆里边 厕所前面贴一堂告示 我就认得一个attention 像attention一样的字 然后还有一个像就是euro 欧元 150欧元 可能是干了什么要被罚款嘛 不知道 认不得 完全认不得 上车了 前往下一个地方 看欧洲的车牌 前面一个D就是德国 M是慕尼黑 然后有两个 一个是周期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的其实位数也是不一定的 前面那个车是意大利的 前面是个I 而且国外的狗感觉很爽 国外的狗感觉挺爽 就他们很多出门 各种景区什么的 都会带着狗出来 缆车上也可以看到狗 路上可以看到狗 然后这种山上也是狗 很多狗 但是我不是很知道狗的品种 就是你看那个山下面有那种小路 就这种路好像就是可以让你徒步到那个山下面 然后绕着山走一圈的那种 下山 这里是Passo Sella 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这个单人坑位的锁道了 记住这个锁道通上的山头 在后面还会看到它 其实这边公共交通也还是不错的 很多路上都有巴士站 甚至后来在苏西高原和我们离开时的一条小路上面都看见了巴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欧洲这边自行车也超多 而且各方面还挺友好的 很多自行车道 甚至有一个道路网络URO BATTLE 自行车也可以带上火车 我记得之前大陆也是允许的 但是后来就凉了 不一会就到2T3了 应该是这边最大的一个镇子 超多宾馆都在这里 一般进来的都会选择住在这里 或者5公里开外的Santa Cristina 同时这里也有通向Susada和苏西的索道 这两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怎么说 打卡的地方 我们这次两天半 也就只能到最经典的地方转转 这里就上了去Susada的索道了 单身24欧网版32 有一种大通票 Dolomize总共有100多个索道 毕竟冬天这里会有滑雪上 按天算的价格比这个稍贵 不过如果玩得密集的话还是很划算 索道大部分只在夏天运营 5-6月份陆续开放 因为其实6月初Susada上面还都全是雪 然后在半个月之内就会完全化掉 在10-11月份索道会陆续关闭 有一点就是高纬度地区的日落时间变化非常多 6月底的话快10点才天黑 10月份的话一般5-6点就天黑了 但是欧洲这边好像大家一般5点就准时下班了 索道也不会例外 前面有几个寒轨 我感觉亚洲人的装饰还真是一致 只有亚洲人才会穿这种 不是呆这种鱼腹帽 圆圆的 前面我看到那个摄像头了 在那个Panel Max那个网站上面 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看这里的全景图 然后它是每过15分钟就会更新一张 我现在要去下面看一看这个摄像头 跟它留个纪念 就是这个东西 我认出它来 10分钟的突破 好像可以走到边缘去 感觉这根本就不可能走10分钟 走一下就到了 上面都没有人了 好像快到了 有人在拍照片呢 我都没有背餐要加上来 哇 这也太帅了 Saceta这里一面坡缓缓的 另一侧就很陡了 然后草刚好会长到两边的分界线上 感觉还挺治好强迫症的 而且缓缓的这一侧的草地 它是一个比较平整且特别圆的坡 一直下降到Santa Cristina 让我感觉下山时从这里滚下去 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一样 有可能滑雪的设施 春天开了一山的话 哇 到山脚下了 这么陡应该是爬不上去的 好多鸟啊 剩下那些房子应该是给独户的人住的 我现在在网上看到 里边应该有水吧 雪白喝完了 哇 这是什么鸟 乌鸦 是不是乌鸦 我这最多算hiking 就到这吧 这绿色 怎么就可以踩出一条刀了呢 哇 山谷 缆车站 就从那上来的 然后我们看到的就一直是这一块东西 看着很刺激 但实际上 实际上又没什么危险 还是看不到它的侧面 我在上面看见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大哥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就是沿着这个缓坡 骑上来的 但是后来下山的时候 我走到刚才看的那个缆车的山谷的路 也就是陡坡那边 因为车停在奥迪赛 我发现这边竟然也有人骑车上来 说话说我真正被这个地方吸引到 不是看到腹内斯山谷那些照片 还是去年那个阴线座流行雨的时候 有人凌晨的时间 就在这个地方拍了一张Sacida的流行雨的照片 我当时看了觉得说不出的感觉 超级超级超级漂亮 然后一年之后我就站在了这里 还是很开心 太阳快要下山了 已经到了一天里面最好看的时候了 太阳把这个树啊山啊都照得好有那种层次感 好舒服啊 给躺一会儿 天然有飞机呢 天真是巨蓝无比 挺有意思啊 这边现在已经快7点钟了 天然还有这么高 从来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围图 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跟国内 我这次搞了一个很蠢的事情 然后我 我回去真的要把我的云台给换了 因为它是需要通过一颗螺丝来固定 然后我就很悲催的 非常悲催的把那颗螺丝望在了下面 实话实说啊 这个地方现在就没有什么人了 还是让我感到挺意外的 好安静啊 真的好安静 风也不大 我去年去富士山的时候 那上面的那个风简直让我是 天啊 无法呼吸 但这上面就是很舒服 很舒服 一点点就是清净的风 只是边上有密封 密封一直在叫 但是它好像也不会折落 它对我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现在就是日落还是太晚了 我感觉这个地方9月份 10月份来可能会比较好 可以坐在上面完整的看一个日落 感觉会很舒服的 带点东西来上面 搞野餐 怎么样 感觉是不错的注意 这些也蛮奇怪的 你看这边天巨栏无名 但是这个山谷里就很多雾 这也不知道是雾呢 还是埋 污染物 搞不清楚 因为雾的话 老实说今天也没什么云 太阳晒了一天 它里应就应该散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 但到现在都还没有 开始加山了 哇 哇 CEDA的这一个面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不一定比山顶差 这里等到天完全黑下来 有星星估计很好看 星星或者银河 不过 不过 这六月底想要排到 肯定只能在上面住一晚 哇 真的下次还来 还是徒步太爽 走下山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也没什么办法吧 一天从波尔扎诺那边过来 路上走走停停 懒着上来就已经快五点了 好在这边不用担心天黑的问题 只是九点多钟 很多餐馆都关门了 路上没碰到什么动物 除了这只猫 然后这个山 就是我之前说要记住的山头 在这里也勉强可以看到 这后细说 还会碰到它 这天住的地方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工作人员在好几公里开外的一家酒店 我发现除了去那边check in 还可以过来找打电话 然后自己拿一张房卡搞定 晚上刚进门就发现一个问题 到处没有找到床 后来才发现这个是可以 那种往上翻 然后折在这个柜子里面的那种床 很扯 这边其实感觉很干净 然后这个是意大利的垃圾分类政策 其实也就是可回收屋的种类丰富一点 干垃圾是垃圾 山里面都是这种小镇子 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底下还有一个球骨 很大的一个球骨 想去停车的烦恼 难怪这个地方可以有十分 这里是从奥地山一通向苏西高原的锁道 似乎最开始沐西的那张照片 就是在这个角度一个很高的位置拍摄的 不过这个锁道11月就关了 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雪 哪里是奥地山一去那个那一条吗 就是真正的那一条 这里比去Saceta的便宜一点 20欧元往返 去Saceta当然也不是这个直直的锁道 而是沿着这边没有树的地方一直往上 看一下把烧鸡先吃了 人都来了 人来了吃烧鸡有什么关系 不能让他们看到菜 你是掐烧鸡 我不想掐烧鸡 真的吗 嗯 那你买烧鸡干嘛 完全掐嘛 哎还有公交上来 哪里啊 哦看见了 看见了 操我们怎么不知道 他这里是好多公交 不感觉跟你坐缆车没差啊 公交不要买票啊 方批啦 公交怎么可能免费啊 我逃票 我们买块地吧 欧盟人允许把地卖给外国人吧 为什么不允许啊 那买的地就是意大利人的吗 那应该不是吧 下不去啊 下去吧 那边走到那个房子那儿 好像不太下得去啊 好下午 哎真的什么东西好香 是一种特殊的香味 闻到吗 不是烧鸡 不是烧鸡 别说烧鸡 木头烤熟啊 那种油脂的方向清的香味啊 超级香啊 这好舒服啊 实在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那个树林 是这里一小片 那里一小片 所以我建个伐木场那很麻烦 这里建一个那里建一个 来看才知道 还确实真他妈长得 还跟国内不懂 是啊 而且它这个山谷 跟Yosemite那个还不太一样 也不能说不太一样 就是这边的地势 就是这一块地势 还挺高的 就是它会把这边的风景给挡住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谷地 然后边 一个加一个嘛 对 一个风 两个风 这个谷吧 你不可能在山谷里面可以 窥探到这个底下的风景 所以你必须得买全片 就这里吧 他说的 这里下去吗 对啊 把高铁修到这里来 直接把草壁全部推掉 建成房子 建成房子卖钱 前面还有个小椅子呢 把那两个人赶走 那你这可有点坏啊 没有橙色锅 要给洋人特权嘛 排子上这红拜相间的就是徒步路线的标号 另外远处的这个风 没错就是我前面已经贴到了两次的 它标志性到什么程度 如果之前对Dolomais没有了解的话 搜索图片 这个是山峰 计划上有但是被砍掉了 这个是福内斯 之后会去 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苏西高原了 如果直接搜索苏西高原 那就更是逃不了这座山的深意 我后来才发现 之前提到那条锁道通向的地方 就是这个风的另一侧 中间的这个鼓是可以去徒步的 后来搞到一份地图 也就是525这条路线 看这里可能会更加清楚 三号锁道就是之前出现的 我当时完全没认出 这就是Pasosela看见的风 因为相反两侧看起来真的太不一样了 前面看见的巴士就是从这条白色的公路开到 我们坐的13号锁道道的这个地方 虽然有公路 不过我记得这里是不允许自驾上来的 但是我现在到了一个 好像是挺好看的 这个地方 站在高一点的话会比较漂亮一点 在底下的话会显得平平的 看不到这个山谷 刚才看见那个草 就是风吹的 然后怎么描述 很漂亮 雌穷 雌穷 有人水平很差的 两点钟就坐缆车下去吧 车上我们坐一会儿 很奇怪 这个地方到处都没有什么人 这人到底在哪 早塞的 上面也没有人 苏西高原底上也没有人 五分钟看见几个徒步的和汽车的 就是蜜蜂很多 就是蜜蜂很多 卧槽 蜜蜂到处都是 别遮我 求你了 我妈以后走了走了 这里好多 好多床 床子好多 回到两只山了 下山了 咳死我了 这边好像可以看见四塞的 不要看 我终于 我昨天晚上在check in的时候 我跟前台聊了一战 他跟我纠正了我的发音 其实这个确实应该堵四塞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会先入为主的 把它堵成四塞的 可以看见了 远远的 昨天就是先沿着那个从这嘛 然后沿着这个山脊一直走走走走走 最后就走到这个山谷里面 然后沿着这个山谷一直走回来的 走了两个小时 挺有意思的 那个山谷 山谷中间有一条小溪 就一直沿着这个山谷往下流 水上水上很好听 看最后一眼 下山 下午离开了Odysai 走完了这个环回到来的路上 从北边一点的地方向东进入福内斯山谷 具体的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Santa Magdalena 按国内的标准 我猜就是一个农村相级区画 这里没有什么餐馆超市 但是会有一些当地的民宿 这天住在一个民宿 当然我更愿意叫它农家乐 这里有一间 不过房子还是不错的 我们订了一个两张床的 结果给了我们一个超大的房间 这边还有一间 挺干净的 挺干净的 这里有一个烟魁 破蒸农家乐好吧 有鸡 就是这样的房子 这边的房子都长这样 现在不是下午吗 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很多照片上挺常见的那几座山 具体名字我现在忘了 然后我要 不过有一张地图 那个上面写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离 就是那个照片里经常出现的那个教堂 还挺近的 我现在可以走过去 这边好多鸡 这边就是农村嘛 当地人肯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景点来看待啊 就像是厦门的古狼鱼那种感觉 这是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外面看就是这样的 这边的鸡都不是很怕人的 这边的动物 我就感觉在国内你走这么近 它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死亡 这个是鸭子 绿头的 绿头的应该是这边最常见的一种 这种应该是国内看的最多的 很多鸡 然后这边是一个牛棚 这里是个牛棚 牛在里面 这边什么东西都有啊 鸡 鸭 牛 羊 我现在去看看那群羊还在不在 从这里也上去 想要吃饭都得往外面多开一点 开个几公里吧 然后这里 跑一跑吧 速度快一点 然后 就这两张照片 也不是说这张嘛 反正是说这个角度的 告诉我这个是 这里居然是即将变成农田的地 不着试试 看不出来啊 感觉就是 所有地都可以即将变成农田 前面就是那个教堂 然后所谓的照片最佳拍摄点就在这边这条路上吧 不要开车去啊 真的不要开车去啊 真的不要开车去会很尴尬 会很尴尬的 走路上去在这里 停的那只座车这条公路上 先看看这座教堂吧 欧洲就是这种宗教色彩很足啊 不过我实在是不懂这是什么 这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这样 哎呀 这个边桥 这里 小房子呢 边山 看墙上的壁画 我前几年去星天二宝的时候 那个 它有专门的一个 一个房间或者说是一个大厅 就墙上就是 全是 很好看的 不过星天二宝真的是一个就是 旅行团会喜欢的地方 就怎么说呢 你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少看到中国人的 敲钟 这可能是15分钟的 15分钟一次的 我继续说回来 星天二宝就会是那种 怎么说著名的景点吧 一搜德国就会出现那张图的 所以 很多旅行团 它有一个那种语音 讲解的东西嘛 它会给你讲解 然后有中文 英文 德文 反正各种语言可以选的 在那个大厅里面 你都不需要把那个 东西 就是那个讲解的装置 放到你的耳边 整个大厅里都回弹着中文 汉语吧 应该说是 天啊 贼多贼多 下面有羊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品种 这个羊 黑眼圈 好像有 就趴在那睡觉呢 我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前看它 就趴在那睡觉 现在还趴在那 是不是很奇怪 就一直趴在那 走近一点看看 好有意思 黑眼圈呢 有黑眼圈 云都把太阳遮起来了 看这边 这样落山的时候应该就是最好看的时候 因为太阳会从那边升起 就逆光 下陕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大顺光 好 这边已经可以看着那个教堂 和后面的山 这份地图又来了 左下角这里就是面前的山 它们也都是有名有姓的 有意思的是 这里也就是Sesilla看见的同样的山 而我们前一天也就是沿着六合2A这两条路线 在十一这条所到的下方走下山的 看上面还有一条路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就是不被前面的树给挡住 但是我觉得底下的视角还会更好一点吧 下面山已经红了 超级漂亮 底下就是从这走下去了 下面大概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底下这把树会挡着 上面就可以避开这个树 但是我觉得底下平平的反而会更好看一点 这里有一个区 这边还有残存一点西洋 这边就没东西了 好多蚊子这里就是 羊子那叮叮光荡的 哎你别说这里中国人还是真多呀 超级超级超级多 尤其是在那个位置 而且他们还真的很懂很懂鸡尾 非常懂这个山那个湖 这个点那个地 还有各种群很专业 比不上比不上 我是业余选手 业余选手的快乐 哦那里还有一只猫呢 哦这里怎么会有猫呢 更晚一点天黑了之后 我本以为白天空气挺一般的 晚上可能没有什么星星 结果是我看到了这么多年来 最壮观的星空 听听我当时粗鲁的圆滑 就是天下真的不是太大的 那是我的星星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 就跟Starwalk上面那种星星是一样多的 而且我可以用肉眼看见银河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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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成熟的银河 我真的无法尝误一下 哇它边还有羊呢 羊还不去羊 吃一吃 挺好吃的 吃一吃 吃一吃 挺好吃的 第四天就离开这里回到德国了 往东边去三丰那一块的时候 发现变成了碎石很多的山 而且三丰也是在一个高原上的 在底下的公路上 根本不能看到一丝痕迹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山脚公路风景 没做停留的原因还挺扯的 因为车快没油了 想赶紧进城找加油站 算是一个遗憾吧 不过以后肯定还会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